高昂市前一奖康玉成被爆花百萬元給卡神楊慧如 名系清清楚楚列出他去年高昂市議員選舉 從7月開始到11月 每個月都支出20萬元給楊慧如的公司 5個月總共花了100萬元 事件爆發後他本人至今沒有公開露面回憶 反倒在臉書PO出這張照片 PO出一本他的編條紙附上文字解釋 說很可愛的編條紙公仔也很討人喜歡 因為廣告宣傳生意往來自然要開發票 說我跟楊慧如的網均有關係都太扯了吧 只是單單一本編條紙以及文字解釋 就能輕易交代百萬楊卡神的指控嗎 有沒有可能另外這個錢 可能也不是由你來支出的 然後就藉由你這邊轉給楊慧如那邊 然後去進行其他的這些宣傳 或是在網路上面的工作 每個月拿20萬你說做網路輕收 那不就是網均在做的工作嗎 那另外你說拿來做編條紙 請問一下你三民區有多少的選民 你需要做到這麼多的編條紙 實在說不過缺不少網友也看不下去 有人說這設計需要一百萬太牽強了吧 還有人說好貴的編條紙喔 人證物證還想狡辯 潘漢旭也在臉書PO出有媒體報導 康玉成說這是扭曲事實 要逼我以死明智的報導 反鳳說議長不要這麼激動 這個過激反應太大很怪 從事件爆發到現在 康玉成人沒有公開露面 持續神隱到服務處找不到人 致電給康玉成依舊是沒有人接 藍營窮追猛打 縣戲大將 支付百萬給卡神公司 到底有沒有涉嫌洋網軍 恐怕不是單單PO出廣告 變條紙就能說得過去 記者林鄭彥 紀博士潘影文高雄報導